叫特内尔 美国选手之前爆的是临赛索恩格伦 后来他退赛之后由布雷迪特内尔来递捕上场 那根据出场顺序呢 李海仁是要第一个出场 这也是在继2009年夺冠以来 第一次在四大洲锦标赛当中拿到冠军的韩国女单选手 05年出生的小将今年只有18岁 比特罗吉娜 这是来自爱沙尼亚的选手 04年出生 23年的花样华比年度颁奖当中 提名最佳新人 最好的短节目成绩是在 今年的3月22号的 市里提交赛当中 达到了68分很多人体力 比利时选手 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 他的父亲是 意大利人 母亲是来自布鲁塞尔的比利时人 是 姐姐也是练花华的 陈鸿一 这个赛季陈鸿一的状态是有回升的 在花华俱乐部联赛 霍伦贝尔战的比赛当中 他拿到了今年大奖赛中国杯的入场选 北路非常长 有一个172的神高 在花华当中这些都算是打高个儿了 但是他的耐力和爆发力还是有待于加强 同样来自中国的选手 安相依 06年出生 也是来自北京 他今天这套节目有异域风情了 是 选自蛇蝎美人 很期待 是 他之前也练过艺术体操 很多花样滑冰的选手 都有不同程度的体操或者是舞蹈的基础 是的 布莱迪尔特内尔是今天最后一个登场的运动员 18年 平昌东奥会团体项目的同牌得主 这位选手其实身上确实是伤病产生的 后来呢 到了19-20赛季的时候 脚步有硬力性的骨折 21-22赛季一直都在恢复这个伤病 是的 直到上个赛季 才参加 对 没错 到法国 换了教练 重新复出 作为职业的花华选手 的确 伤病啊 这个 影响会非常的明显 因为毕竟 这毕竟是要有艺术表现力的成分 对 对于布莱迪来说 18年的平昌冬奥会 是他职业生涯首次 没有伤病的一个赛季 嗯 这句话说出来 难以想象他克服了多少 不容易 腰椎的骨折 背部的 椎骨的骨折 而且你说的这些 其实都是很致命的伤 还不是小伤啊 这是 镜头还是给到了陈宏一 今天呢 我们看到的是 呃 女单短节目的比赛 那女单的自由滑呢 也是明天晚上的重头戏 在明天晚间的海上王冠呢 首先将会进行的是 队列滑自由滑的比赛 这个会很好看 嗯 另外还有女单自由滑 和双人自由滑 队列滑也能够体现出 一个国家一个代表队 他呢 花样滑冰的群众基础 我记得是15年 呃 就是在这里 嗯 这个进行的世界体标赛 队列滑曾经做过表演项目 嗯 当时亮相 那也是我第一次在现场 看到 我说哇 这么多人呢 很震撼 非常非常震撼 嗯 因为我们以前在这场地 这么大一场地 最多就看两人滑 嗯 那这里突然出现这么多人啊 这个 确实像你所提到的 这种视觉的冲击效果 非常非常明显 是的 热身关键 很震撼 很震撼 嗯 鱼丹选手 嗯 那结合他今天短节目的选曲啊 叫做包含大海的水滴 这一首专辑 啊 包括我之前也看了他新赛级的首秀 嗯 整个合跃的编排 嗯 他的开场 阿克塞尔的跳跃 嗯 就像是一滴水滴 轻巧的滴进了大海 今年的四大洲女子丹仁华冠军 今年的花华世锦赛亚军 这个两个如此重量级的比赛的成绩 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啊 是的 共同期待一下 一出道成绩就非常好 嗯 呃 在2021赛局的时候 才刚刚迎来他的成年组的首秀 是的 拿到了上个赛季世锦赛的亚军 也是自今年的13年成为世界冠军以来 第一个获得世锦赛奖牌的韩国女单选手 上个赛季的大奖赛法国战和美国战 他都拿到了第四名 一条美人鱼出场了 05年出生的小将 身高1米64 今天这套曲目是加拿大的编舞教练 洛瑞尼克尔 为他编造的主题是拯救 不说是稳定的 也不是不说是稳定的 不说是和对美国圣灵 一车 布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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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手三周接后外点兵 这个后外点兵的三周 在他新赛季的内皮拉纪年赛当中 背叛了周术这组 感觉今天的挑战 测验见领导全不开 菲利普三周 这是一个BB值可以加成的项目 蹲转 侧烟转 接直立向前的旋转 换组侧顿转 直立侧身挨自行的旋转 进入 进入 今天在选战顶级 也是他非常难受的 由菲利普和其他一声 一音乐 洩便 accounts 不 预 Tort 水 垫 大 管弦岳 气势非常强大 完成的质量也很高 新参机这套节目 在内培拉纪念赛当中 拿到了亚军 当时的短节目成绩是66.08分 从JOY上来看 刚才的这个脸跳 还要再看一下 完成质量 因为从接的脸跳 后来点凌三周上来看 周数会有不足的情况在 但是整体的艺术表现力 足够看出这名 韩国女弹一姐的实力 现在世界排名第四 这首曲子是 包含大海的水滴 这张专辑当中 十首以水为主题的作品之一 所以它的整套编排 和水滴和大海元素的衔接 从跳跃当中能够体现出来 那第二首是 获得过格莱梅奖项的管弦乐 来自哈卡的果子录 也受到了一些世界音乐的影响 李海仁后面的菲利普三周 包括他的蹲转 以及换组联合旋转 最后的接续步 完成度都非常高 没错 好 来看一看他的分数 教练是池贤真 参加过87年和88年的世界锦标赛 他也带车俊焕 对 就是刚才男单的压轴出场选手 这个今天做的一个标杆 估计69.57 两位韩国选手今天的表现都不错 都不错 这个分数不低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 这是来自爱沙尼亚的选手 尼娜·比特罗基娜 今年只有19岁 这名选手非常不容易 在20年的试青赛之后 他当时被诊断出有严重的再生障碍性贫血 一度要骨髓移植 但是后来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供体 所以他住院接受免疫抑制治疗 住了某个月 医生一开始告诉他是 两到三年之内都没有办法再滑冰了 但是一个赛季之后 他重新回到了这片冰场上 回来训练回来征战 只有19岁的小匠 这回合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 的确实是我们花枪小匠的 AXR两周 后来再摔倒了 好 飞丽米三周也会不会上升 甚至是在摔倒了 在那里是一年之后 这边是一年之后 在那里是一年之后 最后一年之后 最后一年之后 飞丽米三周也会不会上升 了 摔倒 跳接腌制旋转 侧烟 接腌包圈子拍旋转 这个招手三周跳成了 换组织回旋转 接腌制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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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赛季轮巴地杯的首秀当中 拿到了第七名 而且在轮巴地杯比赛的时候 他的第四个技术动作 勾手三周当时是跳空了的 今天来到上海超级杯的比赛 最起码几个跳跃的完成 除了刚才那个连跳的失误之外 两个单跳还是不错的 对 其实第一个失误呢 其实还是有些莫名的 调整没有调整好 滑行过程当中 失误了 对 第二个呢 当这个动作难度上来之后 这个失误呢 也是可以能够去接受的 那比较遗憾 这是他的第一个 阿克塞尔两周 他和 轮巴地杯的首秀当中 对比 还有一个难度上的差异 就是连跳 当时是菲利普三周 接后外点兵两周 但是今天报的是 接后外点兵三周 很可惜刚才摔倒失误了 对 刚才这次 这是第二次失误 但这个失误呢 因为是连续的 这个旋转过来之后 在落地的时候 出现了重心不稳的情况 后面的动作完成的 还是不错的 他在21到22赛季 才参加成年组的赛事 去拿到了 萨格勒布黄金选战杯的铜牌 大家可以看到扣着两分 还是60.93分 太可惜了 本来的话 这个分数应该会更高一些 没关系 还有明天的自由华等待着他 新赛季 他要征战 大奖赛美国战和中国战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比利时选手 尼娜·平扎罗内 06年 16岁的小姑娘 年纪16岁的 非常的年轻 上个赛季 他因为宽布的伤病 缺席了上半个赛季 后来参加 世锦赛拿到了第11名 今天真的是 一次的这个单元 谁不是顶着一身上 短节目的选曲是 《魅力》 来自波兰电影和新剧配乐作曲家 克尔泽尼奥斯基 也是电影《倾国之恋》的原生 我们来欣赏一下 讲述的是 30年代 温莎公爵夫人和爱德华巴士相遇 相爱到相守的经过 也衔接了90年代 欧洲两个独特的世界 哎呀 这个连跳 没站稳 这是一个提刀 单独进入的 阿克赛尔两周 跳接烟尸旋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克赛尔三周 放在第四个进入动作 也会得到加分 再稍稍的一些浪迹 慢慢拍到来了 这套音乐旋律 也是能够满 显现 电影当中 在原版的那种悲伤 希望幻恶交替的情感 有些情感 在有些幸福处的年纪方面 没有觉得有些困难 后的转 体的运转 二次的转 还有转转 公神转接贝尔曼旋转 非常唯美地结束了这套动作 在新赛季9月8号的时候 伦巴蒂杯当时演绎这套短节目 拿到第九名 而且一些跳跃 和跳跃烟饰旋转 很基础的动作当时出现了一些失误 但是今天在上海超级杯的赛场上 今天不错 后程还是比较圆满的 对 前面有失误 包括在一些细微的动作连接度方面的 这种延展度不够 这个应该说也是跟年纪有一定的关系 比赛的经验这个都有 06年出生的小师 他才是16岁 他才16岁 未来客期啊 为他编舞的这个赛季是 贝努瓦李少 那我们看到这个出现了失误 那复兵链 安全摔倒了 他的第一个动作本来是想做勾手三周 接后外点兵三周的 那在伦巴迪杯的时候 当时周数有一点不足 所以这个连跳是 他本赛季 短节目 需要去加强的一个环节 每个选手他擅长的像是步伐或者是跳跃 不一样 好 来来看一看他的分数啊 教练是安斯伯克兰特 59点21分啊 扣了一分 目前是排在了第三位的位置 上个赛季才刚刚亮相成年组的比赛 未来可期 新赛季要参加日本战和法国战的大奖赛 来自中国北京的选手陈恒一 陈恒一给人的感觉是气质型的选手 而且很大气啊 21岁 教练是李承江 短节目的选举是意大利钢琴家和作曲家 卢多维科伊诺蒂的专辑里的经验 那他的音乐比较像极简主义 或者是环境音乐 这个作曲家早先从事古典音乐的创作 后来点明三周摔摇了 高手三周 见一个脸跳 其实这个脸跳的质量不高 没错 跳接验尸旋转 这张专辑的曲目 给人一种恍惚的波浪运动的感觉 很有层次感 轻轻感展现出来 继续步 扩盾转 提导演 换紧直立最深的Y字旋转 最后弓身转 这套节目在今年的荒华俱乐部联赛 呼伦贝尔战的比赛当中 它拿到了52.55分 也为自己赢得了 今年大奖赛中国杯的入场券 它的动作设计 本来第一个动作就是连跳 但是后外点兵三周 当时摔倒了 所以把这个连跳 补在了高手三周上 补了一个后外点兵 两周的连跳 小姑娘的确在未来爆发力方面 还是需要有待遇加强一下 我才21岁 在呼伦贝尔战的比赛当中 她的前两个跳跃 都有不同程度的摔倒 或者失误的体现 超级杯有进步提升 没错 这就是好事 21到22赛季 整个赛季 陈红一都是没有参加比赛的 那在上个赛季呢 她只参加了国内的比赛 全国荷华锦标赛 拿到了第六名 在20到21赛季的时候 陈红一拿到过 大奖赛中国战的冠军 优势和缺点都是比较明显 这个其实 我觉得这种评价 其实对于年轻的演讲员来说 这绝对是一件好事 毕竟整个的身材也非常的修长 延展度 动作的延展度会做得非常好 但是伴随而来的就是 由于身高过高 她在做整个的这个动作的 这个半径方面 她必须要去假装爆发力 或者就很难去 有更好的进步 要下功夫 对 49.35分 不算一个很理想的成绩 她的短节目最好成绩 在21年的世锦赛 当时拿到了58.81分 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另外一位登场的我们的中国选手 安湘宜 今天的短节目选取是蛇蟹美人 一套非常有抑郁风情的短节目 我们来继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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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 varies 反正的距离 小鹏有不丁的情况 Ksail两周 完成两周 做车 guru an accent 跳杰烟式旋转 跳杰烟式旋转 vOAT ring vOAT ring 黄小怡在她最拿手的脸跳当中 这里出现了失误 这个刚才这个动作呢 其他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过寒 这个明显是你在这里的问题 对于场地的宽度和长度啊 没有做更好的一个故障 所以呢 她也不发现这个距离呢 对于情况来是过程的一定的影响 在第四个技术动作 她本来是要做萨虎夫三周 接后外点兵三周的 那这个BB池就能够得到 很大提升 刚才的摔倒 损失了不少技术分数 一段接续 一段接续 天空转 天空转 贝尔曼是天空转 天空转 好好练练 这套动作 其实这个赛季好好练练 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开始 他这套动作的成绩关键 也在于刚才的那个连跳 因为放在了比赛的后半程 能有加分 在今年的花华俱乐部联赛 呼伦贝尔战 当时这个连跳摔了 但是在北京战夺冠的那场比赛当中 也是这个连跳 发挥出了他正常水平 所以拿到了非常高的分数 是 在新赛季的亚洲花华公开赛当中 这套短节目拿到了冠军 当时领先第二名 有四分之多 自由滑也滑得很好 下来自己呢 对今天这个表现也不是很满意 因为第一个后外结缓三周 当时脚有点落到冰上 是 只有16岁 看到这是第一个被扣分的动作 但是这个呢 好在还是被他调整过来了 但是这个也有扣分 这个应该就是他失误的动作吧 对 就是这个 脚下滑出 没有掌控好 是 他以前还练过艺术体操 父亲安隆和 也是花华运动员 这能看得出来 他的功底很好 而且爆发力也很好 三岁上兵啊 天哪 和兵场一起成长起来的小姑娘 十岁就拿到了全国今年的冠军 50年99分 排在了第四的位置 小姑娘明天晚上加油 看看明天晚上他的表演 好了 接下来是将会是今天晚间最后登场的来自美国的选手 浑身伤病的布雷迪特内尔 今年25岁 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励志性的选手啊 平常动画会的时候 他拿到了团体项目的第三名 身材也整体很修长啊 看看 期待一下他的表演 上赛季他换了教练 重新和贝诺瓦来编舞合作 过去转 过去转 勾手三周 接后外点兵两周 勾手三周 不错 这是美国女单当中 跳跃稳定性比较高的一位选手 基本功打好 也得益于他的第一任教练 阿奇蒙教练丹尼斯·麦尔斯 如果没有胜点的话 他的上限会更高 接续部的定级也有四级 非常漂亮 今天男单女单的压轴出场选手 都完成度非常高 这个完成质量真的好高 这也是布雷迪特内尔在这个赛季的首秀 稳定性的确非常的好 上个赛季他拿到了四大洲锦标赛的第六名 还拿到过19-20赛季四大洲锦标赛的铜牌 真的像您所提到的伤兵猛于虎 21-22赛季他空了一整个赛季 去从脚踝的伤势当中做康复和训练 那到了上个赛季当中 他征战世界大赛的战绩还是不错的 像是黄金选阵杯也拿到了银牌 全美锦标赛的亚军 而且伤病恢复之后 他到法国去拜访编舞家 刚才提到了著名编舞家贝诺瓦李少 当时他们的再次携手 也让他们短节目 包括自由华的表现力都更上一层楼了 的确是这样 基本功本来就很扎实 如果再能把这种表现力增长的话 毕竟这是个打分的项目 就会很划算 他有两个弟弟都是居棍球的运动员 但是家里条件不太好 所以他的母亲也是一名护士 全家都是鼎力支持他 这滑冰的事业 刚才没注意这个有守护扶冰的动作 没看到满动作的回报 刚才分数啊 今天这套节目的亮相 跳跃质量非常的耀眼 没错 67.38分排在了第二的位置 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 技术分35.46分 对 表现力31.92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自东方体育中心 海昌王冠第一个比赛日的全部比赛结束了 我们看到六位选手将会在明天的稍晚些时候呢 继续来进行